人家已经结婚了 接下来就是抱大孙子了 你呢 你媳妇在哪儿啊 我孙子在哪儿 妈妈 我接个电话 你还给打车 你看看 整天就是电话工作 你还会干什么 喂 姜波 我到处韩明家了 他家怎么没人呢 你还真去了 我一想啊 这事太好玩了 我必须得来 你们快告诉我 你们跑哪儿去了 他 他现在不住那儿 不住那儿了 他住哪儿啊 他 他 反正你不能去 我说来就得来 你快告诉我 你们跑哪儿去了 我都孤男的 你要再不告诉我 我打电话问传明了 别别 千万别给打电话 那你说 行 行 我告诉你 他住远洋公馆 远洋公馆 你跑哪儿去了 这不是因为 他工作 他 远洋公馆必做1203吧 你怎么知道的 他 有什么事 我能不知道啊 行 我知道了 一会儿见啊 快点儿 跟谁打电话 完事了 完事了 早走吧 那边来不及了 你不用特意来接我 我自己去就行 都最后的午餐了 仪式感必须得搜索 明见你爸妈走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勤糟了 如是重负 我跟你讲这段时间 我都快神经衰弱了 那你跟你爸妈说 咱们俩结婚他们就信了 信了 怎么就信了呢 还有一件事 我 我告诉你 不许生气啊 什么事啊 我用公司网站上你的照片 和我的照片披在一起 你租了个假惊喜 真的假的 真的 做得好吗 来 给我看看 你 你不生气啊 生气啊 也不是真的 看不出来是假的吗 做得好吗 反正我爸妈是没看出来 那给我看看啊 在我妈那儿呢 一会儿到我们家就看见了 出院边 你也太有猜了吧你 你怎么想到了 假证你都能 我这不也没办法 你还有什么证没告诉我的 这没有了 这没有了 好 我觉着那凉菜不用准备那么多 那么些热菜呢 啊 好 呦 叔子 哎 坏了 干嘛 咱们买白酒了 应该买几瓶茅台啊 金六福就行 都自己家人 对了 咱们家有金六福 啊 在哪儿 过这柜子里 这儿 这个你还别说 别看不贵 还挺好喝 对 得嘞 今儿我可以喝呀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啊 小波哥罗阿姨到了吗 在路上呢 刚才来电话了 说马上就到 啊 赶紧进来进来 喵雪 啊 阿姨好 啊 对 那个啊 在我们岳阳有个规矩 新媳妇进门呢 得给改口费 这改口费呢 就是一万零一块 叫万里挑一 你呢 都不止万里挑一了 拿着 这你还看她干嘛 拿着 拿着吧 拿着啊 谢谢阿姨 你改口费都收了 怎么还叫阿姨啊 妈 过来呀福子 这都改口呢 光顾着在厨房傻笑啊 赶紧赶紧衣服脱了 歇着 怎么没带东西啊 这还在带彩礼啊 什么彩礼啊 这季都登了 这 怎么今天也得住一块了 我跟你爸明天就走了 我跟你爸明天就走了 咱今儿四个好好的 喝顿酒 热闹热闹 今儿想留这儿吧 我跟你爸妈 你那个主卧室都腾出来了 简单的布置了一下 自作主张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去看看去 我们今天住客房 去看看你 看看新房 不好意思呢 这孩子 炒菜 炒菜 这怎么整什么呢 这医生我怎么就整成这样啊 红床子红枕子 还贴着席字 我贴着席字 我贴着席 还没太能折腾了吧 这再怎么回事啊 你仨是什么谎啊 本来就说帮你一小忙 现在可好了 我都成你媳妇了 今天晚上还要洞房画中间 你帮人帮到底送房送到戏 只要过了今天晚上 他们明天一走 咱们这事就聊了 聊了 怎么聊啊 我在他们眼里 我都生他们儿媳妇了 你准备这晃撒一辈子 以后不见了 不用见了 怎么就不见了 你就变单身了 我就跟他们说 就离了呗 怎么就离了 说说你有心人的 考验 为什么说我有心人啊 我有心人的 不是 反正以后也见不着面了 你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 过了今天晚上 你就打工告成了啊 别想那么多 今天晚上怎么过啊 我还真住着啊 你住着怎么了 你父母又不在北京 你就一个人 怎么住啊 你想什么呢 我 我的文人你也不了解吗 我那么正派 你放心 我不会欺负你的 这样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下 这行了吧 钱给你 你收着吧 我不要 就到你这阵子 帮我的家门费了 我不要 那我先替你收着 好 林郑 一定要帮我把今天这束戏演好 明天咱们一走 咱们就大工告成了 好 把白天脱过了 别别让他 白米了 你快出去吧 情绪高点 高兴一点 我还一会儿下来 你不就这样 你得 你得 什么事啊 这是 你快扣起来 你起来 你起来 我笑的 哪至于啊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还行都不如 挺好的 妈您费心了 时间有点仓促 有个红火劲行的我一想 那我去给爸帮帮忙 去 这不用 不用 他爸爸当了一辈子厨子 最烦炒菜的时候边上有人 坐着坐着 我们人走了 这咱说说话 坐下 坐 你说说你们这办事办的 哪有登记不跟我们 打个招呼的呀 昨天晚上他回来 拿那结婚证 吓我一跳 我傻了吧唧 只问说谁的 他说你的 就盼着你们结婚 赶紧把事定下来 你说 结果好 这也太突然了 是挺突然的 给我美的 真是 高兴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现在我头还晕呢 妈 您要头晕 去回屋躺一会儿吧 反正罗阿姨他们没来呢 我哪躺得住 我这高兴得晕呢 没走了 我得跟他聊聊天啊 苗雪 我儿媳妇这是 我得给你讲点他的事 什么事 我小明 小时候可逗了 他一出生啊身体不好 特别弱 我呢奶又不是特好 我说给他弄点牛奶吧 嘿 一口不喝啊 一喝就吐 一喝就吐 最后怎么办呀 接着喂吧 一直吃我奶 七岁 上小学放学回家 急着忙着往家赶就找我 妈 你说这干什么 这又什么呀 这你媳妇 你这丢什么人哪 这孩子你真是 他呀 打小就是我给洗澡 都长挺大的 我一直给洗到十三 我们邻居都说 说你怎么还给孩子洗 十三了还不自己洗 我说我享受一天是一天 在那之前就只要一洗澡 就喊我 妈妈 搓呗 那你能不能说点我别的 我这除了喂奶 这就是洗澡 说点我正面的 这怎么不是正面的 这多正面呀 这小孩多真实啊 还伤自尊了你这 当着你媳妇 有什么伤自尊的呀 真是的 行行行 别不高兴 我说正面的 小明啊 从小就听话 老实 老实这点像他爸 但他比他爸聪明 将来你们这孩子 这基因错不了 你又那么聪明 我们三福 我认为 就没怎么看过 那个女的 不是那种 我说的是 不是平常的看啊 你记得吧 小时候 汪俊阿姨 记不记得 长得挺漂亮的 对 可丰满了 那是我们好百货公司 自己这会儿 所有的男孩子 都追他年轻时候 就刚谈对象呢 关系比较不错了 我呢就说 让汪俊看看 我这男朋友怎么样 一块儿吃个饭 这一顿饭呢 就是汪俊在那 哇啦哇啦 拉那儿讲了 和他那儿聊 那可热闹的说的 吃完了饭 汪俊走了 我就问他爸 我说 哎 我们单位汪俊 漂亮不漂亮啊 你猜他爸说什么 说什么 我没注意 他长什么样啊 都没正眼看人家 眼睛全盯着我了 所以你放心 将来你跟小明过日子 那你可踏实 他可不是一个 朝三暮四 垫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 可不是那么个孩子 肯定跟你 一心一意过 罗阿姨来了 来了 路上 这么晚才到啊 快快快 进进进进 大别人 来来进来小光 来来来 快起来快起 不用换了 妈 今天都不换了 我这来了 罗阿姨 你看你真是的 行了 结婚礼物 是是是 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孙妙雪 我儿媳妇 罗阿姨 罗阿姨好 我就说那结婚照的 照片是什么呀 瞧人家多漂亮 是本人好看啊 恭喜你啊 阿姨 谢谢罗阿姨 罗阿姨啊 我们从小就在一块儿 初中就是同学 然后一个单位上班 然后又住对门 我生他之后 他生他 他们俩发小 他叫姜波 小波 发小姜 姜波 你好 来来来 咱入席吧 福子 热菜炒完没有啊 好了好了好了 炒好了行 端菜 我来坐 我来坐 咱们准备 不能光吃饭 我开箭了 你开箭了 新房带我看一眼呗 你的那件袋子就是 过来过来跟你说说 那个新房就在那儿过 你进去看开这门呢 没事 阿姨您帮您呢 您帮您呢 谁呀 你好 你找谁 这是楚汉明家吗 是啊 你是 我是他同事 我是他同事 小明啊 你同事找你有事 同事 你跪下 我叫林畅 林畅 找你 妈 同事跟我说点事 有事进来 没事 你先招待你 好 太棒了 你怎么来了 这么好玩的事 我今天结婚了 快快快快快快 我 公公安的结婚 改天 改天我请你吃饭 我再给你结婚 行吗 我先进来经验 我求求你 我已经交道乱额了 改天我请你吃饭 你先进去 我肯定不早去 放心 那个 有什么事进来说呗 阿姨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们同事 都听说她结婚 派我做代表 过来敬开杯酒 这杯酒还不让人进来 来来 请进请进 林小姐 那我不客气了 来吧 可行 真可行呗 今天都不换心 来 这是我们小明同事 这是罗阿姨 那个 这是小明的太太 叫妙雪 妙雪 我是林畅 真漂亮 江波 你干嘛打了这个脸 不高兴啊 欢迎我呀 江波你俩认识啊 汉民的同事我都认识 过来跟我坐吧 他们肯定老在一块儿 喝酒啊 聊天啊 年轻人 来 你坐这儿 坐这儿 姑娘啊 您 拉个凳子过来 加把椅子 加把椅子 来来来 请坐请坐 都坐吧 坐坐坐 我 我 姑娘哪个人呢 我啊 北京人 父母做什么的 他们都在美国 呦 这情况跟我们妙雪挺像 妙雪也是北京人 父母都在美国呢 必须一样 啊 啊 啊 没事 啊 啊 来 来 咱把酒杯举起来 来 来来 今天是我儿子算大喜的日子 啊 那个 这 这不算是正式的婚宴啊 就是一小型的家庭聚会吧 因为我跟她爸爸明天走 所以为我儿子儿媳妇 庆贺 庆贺 来 咱碰一下 好吧 来来来来 祝我儿子 新婚快乐 祝妙雪幸福 啊 祝你们白愁偕老 来 三杯 来来来来 祝妙雪啊 祝妙雪啊 看您 妙雪 早上不走 你酒已经完了 你赶紧撤吧 哎 说什么呢 小敏这孩子 人家同事来 特别来给你敬喜酒的 你这 刚喝那么一口 这晚上就让人家走啊 菜都没吃一口 来来 晓琳 她爸爸做这鸡特有名 是吗 这是厨师 啊 干了一辈子这活 来来来 谢谢小姐啊 哎 你吃湖南名菜 是吗 哈哈哈 哎 妙雪 来 我自己来 妈给你 不用不用 那我给你来 嗯 这好吃 好吃吧 嗯 嗯 林超 嗯 啊 我 我还以为叫我呢 哈哈哈哈 你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 跟孙妙雪一样 啊 哦 你也是做秘书啊 嗯 瞧这俩孩子 什么都一样 哈哈哈哈 长得也一样漂亮 呵呵呵 嗯 江波 你岳阿姨这辈子 什么都跟妈妈比 嗯 是 是我跟你比 是你跟我比 你跟我比 你不比你就不高兴 行行行行 我跟你比 行了吧 今天我儿子结婚 大喜的日子 咱不扫兴 行 算我跟你比 我错了 事实就是你跟我比 行 哎 要说也是我的命啊 我怎么什么都没比过你 结婚你比我早两年吗 生个孩子比我早两月 江波 你要跟我生个大孙子 不能比他们晚两天 不行 我不同意 哎哎 你这不实人求是的啊 什么 我儿子这儿都领了 我儿媳妇坐在这儿 分分钟妙雪就怀孕 那 你这儿子对象都没有呢 那我早点 啊 我儿子分分钟 也可以有个女朋友 我们凤子成婚 我超过的 妈 喝 行 这上我给你们走 好了吧 哎 你给你妈赶紧啊 凤子成婚啊 老 生一龙凤胎 你成了吗 不是我要龙凤胎 是你要生龙凤胎 我生个大孙子就得了 让我生龙凤胎 你就生一大孙子 行 来 为咱家的龙凤胎 为他们家大孙子 来 来 比咱家大几天的大孙子 来来 龙凤胎 龙凤胎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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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了吗 妈 妈 妈 好厉害 一会儿 再收拾 怎么了 有人 上班 试一下吧 1203呢 这还能错 怎么有人啊 来来来 你做这些了 老子好 都得把杯子给我举起来 咱一块啊 好 干个杯 好 为我儿子幸福啊 来 来来来 来来 干杯 来来来 起来 来 干杯 什么意思 跟这儿开大拍了 怎么回事 这位同志 你怎么进来了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跑到我家里 来这样拍 龙凤鸣 咱们出来 你太过分了吧 跟这儿过上日子 不是 你不要这样 同志 你这样 你们有什么工作上的事 你好好说行吗 今天我儿子结婚 好吧 你态度好一点 我说 你干什么你 大喜的日子 对啊 你问他买得起 这么贵的房子 怎么买不起啊 朱汉民 怎么 你给我说清楚 该房子是谁的 干什么 说呀 啊 你说 你说 这是我的房子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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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当中介的没有 你干中介的 埋子 你还不跟他忙吗 你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你办法了 我告诉你 你信不信 我让你吃不了 肚子走 别急 太过分了 别急啊 别急 你太过分了 不管什么事 放开 你怎么去解决 我说这房子 怎么租不出去呢 你都在这儿 娶媳妇住上了 不是 那是租不出去 王总 听我解释 你太不厚张了 都是我不对 我爸妈他们来北京了 他们从老家来 我这一时没办法 我就住到你 你就是这么干的中介 是吧 我告诉你 你这叫坚守自盗 对对对 我现在就报警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别别 太过分了 王总 您消消气 是我们不对 我们真的不应该这么做 您瞧 这里有一万三千块钱 就当是我们这几天 租房子的房租钱 其实储经理一直在张罗 把这房子往外租 过几天就能租出去 真的 要不 我给您再凑凑 这就不是钱的事 他这个 大哥大哥 肯定不是下的事 我们知道 对于您来说 怎么能是钱的事了 是吧 都是我们这帮小费行 我们太不懂事 给您添麻烦了 那您大人不计小人 我放点你们打 行不行 这房子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租会是不是租啊 是不是我们又不是不付钱 好好做到底 帮我个忙 行吧大哥 哥 王总 你们就原谅我们一次吧 姓丑的 看在美女们的面上 给我放你 谢谢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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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 瞬间立刻马上给我搬走 是是 马上搬 是吧 我马上恢复原样 你不是 他在这儿 你不是 不成功用 你不是 我悔 他在这儿 你不是 也不是 就是 我 你不是 像这儿 以后 我 你不是 是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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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是 我 俺子 是 你不是 这儿 我 我要 行的行 妈求你了 妈您说 这房子不是你的是吗 工作 也不是那个是吗 那我是媳妇呢 你接没接这个婚 妈 妈 妈 奶奶 月儿 结婚这事能讲吗 你说这结婚证咱们都看到了 那还能有错吗 老真是 看起来 看来一下请你吃饭呢 这样吧 到约阳 老楚啊 吃饭有的是时间 赶紧去照顾好约儿 好 我没事 赶紧走吧 别送了 小敏 送董啊 嗯 说再见 汉民 照顾好你妈 多说点软话 嗯 我们走了 好 照顾好你妈 走了 走了 回去吧 走了 回去吧 好啊 好啊 喂 唐总 我们两个在一起呢 我们马上会处理好的 唐总实在是对不起 我 我 唐总怎么说 王总把这个事 向公司举报了 小敏 喂 公司知道这事了 没事 爸 你这样 赶紧把别人的房子 先腾出来 你到外面 去租一间房子 今天晚上 我们先对付着 明天我就和你妈 回岳阳去 另外 你妈哪有我呢 嗯 房子的事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来之前 其实我 一直租着一个一举室呢 嗯 行了 爸 你先去我 我跟他说两句话 好嘞 好嘞 唐总还怎么说 他说让咱们赶紧把房子腾出来 那说我什么呢 妈 他说他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你 哎呀 就是还最后一都要做了 我想了各种结果 今天这是最坏的 汉民 咱们俩假结婚这事也不是个小事 回头如果让阿姨知道了 她还能受得了吗 我不来想今天什么都说了 可是看我妈那样 我真不忍心再刺激她了 可是 这么瞒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以后慢慢说 你也先回去吧 别回头咱俩的事再露馅了 我妈要问起来 我就说你临时有事出差了 唐总 房子等着来了吗 我正在收拾 唐总 今天的事实在不好意思 那个废话 你明天一早直接去找财务 结账走人 你明天一早直接去找财务 店 今天这事 把吕月气得更呛的 楚汉民也真是胆子那么大 小牧 你以后可不敢出这种事啊 个rier 哎呦 这车就漂亮 坐着真舒服 这也得二十 얌射 二十 Klug 你年纪轻轻买那么贵的车 那你是做什么的 我呀 普通白领 不可能 像你这样的 一定是江波常说的名字叫什么 金领 金领啊 那得像江波这样的人 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呢 他开公司算什么呀 虽说是个小老板 但我也没见他开这么好的车 一天捣鼓那些游戏 你说能挣什么钱 阿姨 他们就像九十年代卖服装 两千年卖电脑一样 现在游戏产业非常火 特别有前景 真的啊 对啊 天文没跟你说吗 闷葫芦一个 我问什么他都不说 你说过吗 江波 说了你 你怎么知道我不懂 你看 小林这么一说 我不就懂了吗 江波这样挺好的 我不喜欢男的太平 你是 江波什么都好 就是太老不舍了 你说上今天楚汉明给他妈妈撒这么大的谎 这么骗他妈妈 打死江波他都不敢 他小时候啊只要一撒谎 我和他爸爸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妈 你睡了吗 怎么了 给人家小林说说你 让小林多了解了解你 是 是 哎哟 你真是 你别看他这个样 小时候我可套你来的喜欢他 真的 有一回啊 他放学了很晚都没回家 我是着急了 纳闷怎么回事啊 他回来我就问他 你猜怎么办 他们班有个小姑娘很喜欢他 在学校门口偷偷地等着他要见他 吓得他躲进厕所 天黑了再敢出来 妈 你带鸡像不可以啊 你不嫌烦人家还是嫌烦 小林 你嫌我烦吗 嫌我烦吗 不嫌不嫌不嫌烦 我喜欢听您说话 你看 人家一点没嫌我烦 我和小林觉得特别有缘分 就是聊不够 哎 那么这样吧江波 一会儿到家呢 你上去坐坐 咱俩接着聊 人家还有事呢 哦 那行 那行 那就下次 改天 改天你的阿姨家来 我给你做好吃的 我的湖南菜那可是一绝 你问江波 行的呀 阿姨 其实我有的是时间 就是江波太忙了 他老不理我 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 你也可以不理他 干嘛一定要理他 他不理你我理你 小林 你看 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 你肯定知道很多什么 卖衣服呀化妆品的地方 阿姨平时呢 没什么爱好 我就是喜欢化个妆啊 逛逛商店买个衣服啊 你看你能不能 找时间陪我去逛逛 好啊 那太好了 好 阿姨要学小林 是忙 道理 小林 谢谢太医 谢谢你啊 快把电话留给我 你说吧 等等 我 我帮你呈上 干嘛我留太医电话 好了 我也用电话了 好的好的 打电话啊 谢谢谢谢 你快上车吧 好嘞 打电话打电话 车没有转你出去了 知道了 拜拜 慢点开啊 再见 哎呀 多好的姑娘 走都走了嘛 回家了啊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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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爱在必定有伤害 直到某人发觉 不是情感的主宰 从某一天起 我不再随意的抉择 策起了爱的肝丸 让心在这里停满 因为我懂得 爱不能轻易的割舍 爱不能轻易的割舍 所以我总是忍受 让人生 反复大梦 我以为 我要一切结果 直到忽然发觉 没有想要的生活 我以为 爱在必定有伤害 直到某人发觉 不是情感的主宰 从某一天起 我不再随意的抉择 举起了爱的肛丸 让心在这里停满 因为我懂得 我不能 爱不能轻易的割舍 所以我总是忍受 让人生 反复大梦 我懂得 我懂得 我也想到 我懂得 Θ不得 我懂得 夏明 你这窝子怎么这么乱呢 平时妙计也不帮你收拾收拾 他 他来的少 我这儿太远了 一般都是我去他那儿 你看 吃着东西还扔着呢 爸 你先别收拾了 一会儿我收拾 你先我妈 跟我有去歇会儿吧 要不你到里屋床上躺会儿 爸 路上走了那么长时间 你去屋里歇会儿吧 你饿不饿啊 中午也没吃好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妈 我知道我错了 这次是挺过分的 你别不说话呀 你有什么话你说说的 别把身体给憋坏了 你骂我一顿 你要是能解信打我一顿 我去给你买吃的 爸 我去买了 我明白你 咱估 ét буд务 我命 讨厌 你的 我 你 及 我不是说你 你怎么做出这种事 你看你撒这么大的慌 撒一个慌不醒 又撒一个又撒一个 别说是你妈妈 我都受不了 当然 最了解你的某一父母 你是我儿子 我一直在想我的儿子 他不是个撒谎的孩子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孩子 你无论如何在我们回岳阳之前 把所有的事情远远稳稳 老老实实地跟你妈说清楚 是什么就是什么 否则他回到岳阳 他又见不着你又够不着 肯定要出事的 我是想跟他说的 他能听我解释吗 不管他能不能 你反正要原原本本地跟你妈说 一定得说的孩子 因为你告诉我 你到北京这三年 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正在做什么 妈 我真不是诚心要骗你和妈 三天前来北京的时候 我确实是在潘总那个公司 有一个销售副总的职位 可是来了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 就感到金融危机 全公司大裁员 就把我那个副总的职位 给拆掉了 本来公司给我安排一个底下的 部门经理当 我这一期之下 我就辞职了 我一想 你说 我这事还没定下来之前 我还没签合同呢 他就 街坊四里都知道 我要来北京了 我妈那时候那么高兴 天天那么开心 就觉得这特别自豪 就屁股还没做热呢 就就就回去了 我怎么说这话呀 我 我倒无所谓 让街坊四里 你知道这事多没面子的 我就想说 我 我先瞒着 我努力混出个人样 我再跟你们说实话 我努力一年不行 我努力两年 两年不行三年 可是 我这几年就 我跟身边的朋友讲说运气不好 可能 真的是我自己能力的问题 我不知道 但 我真的没想瞒你了吗 真的吧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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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说了 她真的有很多东西 也不行 她就再帮住了 感谢观看